育民街夜市 唉唷 育民街 妳有聽過嗎 妳在地的 我沒有聽過欸 我只有聽過南亞 我們上次一起去的啊 對啊 我也沒聽過 因為上次我們拍完南亞 然後網友在底下說 就是育民街 其實才是臥虎長龍 你為什麼推薦的 我樣樣都招牌 樣樣都招牌 鮮乳後炸 鮮乳後炸 老骨 真正的老骨是什麼 喔 欸 怎麼有一點藥膳 而且這檀跟那個農藥的甘葛 農 農的那個 中藥的 你這老骨有多久啊 什麼老骨 每天 我就跟 我跟那個 我在補的時候是 小小的一個老骨 再加新的 跟老麵一樣 而且 我都不撒胡椒的 你為什麼要 撒胡椒就很好吃 不撒胡椒就不得了 那真的喔 那你要不要撒啦 因為我以前吃的會撒胡椒粉 那你們不撒 不撒的話先 不撒的話是蝦咧有味的 提五味 提香而已 不是在 我們不是在吃胡椒粉 我們是在吃食材的口感 漂亮 老闆這個說法 顛覆了對於東山鴨頭的印象 因為有些東山鴨頭 他們的胡椒粉是特別去中藥 中藥的胡椒粉對不對 對 那老闆是不走胡椒粉這一套喔 腳踝 好香耶 我沒有聞過這種味道耶 好 完全蜜汁的感覺啊 它這個乳汁的甜度超高的 而且它腳踝裡面 所有的膠質 全部都還有保留在裡面 鹹鹹的 好像加得剛剛好這樣 它不太硬定 它這個就是不會說 你那裡才太甜膩這樣 香氣非常的充足 然後再來是吃它的口感 因為這個腳踝也是沒吃過 很Q的耶 我幫你Q的 Q的 很Q 好吃 它很薄 很脆 很清 很薄 很脆 很Q 很爽 哇 這兩個大握 這個碳布在裡面擠 他們已經擠了 搜真的在這個裡面喔 對 真的是炭火耶 你們真的在裡面搜 對 我們這個圈子都是 送貨菜不用花錢 送貨 前一天才煮到貨店 蒜頭菜補雞 這個我喜歡 不是 可是 一女期待 她是蒜頭期 她的蒜味會非常強 對 可是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感覺那個蒜味要起來 那個馬上 嗯嗯嗯 你又沒了 你說到重點 我覺得像是一位 長髮飄逸的美女呢 她有香水味 然後她經過我的時候 那個髮香 飄... 那個髮香飄到你鼻子那邊 我一聞到好香喔 然後一轉頭之後呢 她已經離開了 美女離開了 沒有人 有啦 其實藥油沒有很可怕 味道是有讓你感受到的 那個香氣之後就感覺到了 可是 它卻消失得很快 可是它入口又很強耶 入口很強 入口超強 如果說它這個雞湯啊 或者是熬煮的這個湯啊 那太沉重的話 你沒有辦法一口切一口 這個你會 我現在一口會切一口 這個好好喝 你們喝別的 這個喝這個 不要我 我只要喝這個 沒有 這個... 鮑魚 蟲草什麼的 我插鍋 你看 插鍋什麼 插鍋好 它的雞軟骨啊 它說燉了24個小時 雞軟骨質地已經跟肥肉一樣了 這個是軟骨跟筋耶 這麼軟耶 這個直接整個 好像脂肉這樣化掉耶 這個軟骨 對啊 對啊 真的 那口感已經變成 烤肉的脂肉 燉軟的那個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比較 客人比較推薦的東西 所以想要推薦給你們 蘿蔔 不是 跟你講 重點不是蘿蔔 不是這個 是這個 這個給你們配的 對 然後重點是這個菜脯 你們可以吃吃看 很多客人就會問說 這個有沒有另外賣 對 可是 這個比較尷尬 所以你們沒有賣 對 成本比較高 做不夠 這樣喔 那我們這一吃怎麼辦 吃吃看 但是這個到最後 我們先把湯給喝完 好 你剛剛講話一半 你剛剛講話一半 抱歉 我說說喔 它的這個軟骨啊 真的是已經燉到 你吃下去入口即化 像在吃焢肉的那個 脂肉已經燉軟的那種感覺一樣 好厲害喔 真的好厲害喔 喝爽液 有看的氣味非常的濃郁 但是你不會討厭 很清明的那種藥膳的味道 很清甜 我覺得他們家 就是以為味湯 他們的味道會比較濃 可是反而都是走 讓人家可以一直喝的 對 比較清爽一點的 沒有想像中 味道會來得那麼厚實 我覺得它裡面的味道 那個紅棗跟枸杞的香氣更重 那個甜味帶在裡面 因為我們把它想像成 是港式的那一種煲湯 因為這個油會比較濃稠一點 或者是 它不管是燉豬腳 燉雞腳 可是它的膠質都已經跑到湯裡面 所以比較濃稠一點 其實沒有 剛剛我們大家大致上講的 都非常的累 就是說即使你是喝到 這麼沉重的湯品 但是它其實給我們的感覺 是非常清明的 完全是 完全是精尋古法去維持的 這些東西 用在地的食材 以及檢驗合格的這些 你在看 看得太沒興趣了吧 我覺得是這個人 我覺得是這個人 因為大家其實喝了也是非常安心 不要說香港人很會煲湯煨湯 你看就連一個夜市 板橋的一個夜市 喝的這個湯也是算極品 可以讓我們一口接一口 好喝啦 好喝這個 太好喝了 現在才要來吃湯莊 這個湯包啊 對啊 排成這樣 這個湯包就是網友上面寫的 育民街的首推第一間店 就是吃這個湯包嘛 嗯 沒錯 而且湯包的造型 聽說也捏得很可愛對不對 而且他們啊 聽說你店剛開始的時候 你才來排隊 他已經開門了 你才來排隊的話 你就要吃第二輪 蛤? 大家都是開店前就來排 哦 才吃得到第一輪 如果店開門的時候 你才來排 你就要排到後面 真的喔 你看他的鵝啊 跟小水球一樣 蛤蟆 蛤蟆 蛤蟆啦 蛤蟆 蛤蟆 這個請你們吃 唉唷 好 會飯耶 謝謝 謝謝 有甜味 好吃耶 台南味了 是不是 台南味 台南味啊 它有附近 沒有到很酸 包圍在那個甜味 好吃耶 最主要是有入味 看我們說這種台式炒麵 醬粿醬 麵粿麵 對啦 這樣炒好加在 它是有炒進去到麵條裡面的 就炒麵就 蛤蟆蟆 才會搭起了 更何況是炒飯呢 真的 好想知道炒飯 真的 因為是甜味的關係 我給了它不少的高分 那就想要試用它們的羊肉燴飯 我剛剛在看大家炒羊肉的時候 大家去炒羊肉 我就快受不了了 為什麼 好香喔 這一拉起來那個香味確實 對啊 這個香氣有勾氣喔 好吃 好吃 他們的炒功一流 果然絕對是一流的 我們沒有人吃到它的炒飯 但我們吃到它的這個炒牛肉 然後整個那個鍋器的香氣 通通都在牛肉上面 而且甚至它那個硬材 通心菜也有這個鍋器 但是我說實在 它的牛肉稍微比較 稍微 但是其實香氣是十足的 OK的 我覺得他們真的主推炒風 因為連這個高麗菜 高麗菜 都有鍋器 吃進去超香的 而且 很簡單它就只有蒜草而已 吃進去超香 最簡單才是最難的 我剛剛也有吃到 你要炒到有鍋器 但是高麗菜 要有好的脆度 其實這個功夫真的很難 老闆炒功了得 好囉 各位同學該起立囉 怎麼了 有位子囉 最厲害的湯包 我們終於準備要來吃了 很會做開頭 你看 好吃嗎 黃雨昕 妳不能吃喔 我想要吃 受不了對不對 受不了 有水準的小籠包 但我要想拿到吧 難料 我講到是覺得 那就是中香 妳在這個地方 對 妳吃到不會輸給 在餐廳吃到的小籠包 有水準的小籠包 但我要想拿到吧 那我跟妳講 只回到價 80塊的話 如果我吃到這樣的小籠包 可以啦 這個一個非常簡單的在地美食 其實也不簡單啦 用這個絞肉 包在這裡面 那絞肉稍微有淹過 但是說味道不是那麼的強烈 米呢 其實雖然薄 但是還是帶有這個彈性這樣 其實非常簡單 但我覺得味道它不差啦 對 很好啦 麻辣蛋糕 舒服 我覺得沒有想像中的那個 辣麻辣 對 對 它主要是最後的時候 那個花椒的香氣 會回來 然後開始讓妳的嘴巴裡 有一點點麻 妳不要看它外面 看起來紅通通的感覺 好像非常的 又麻 又辣不味 它不是很辣很辣 它是香辣 對 其實可以 如果以在夜市的等級來講 這個小籠包 換過了兩塊 對 我個人 怎麼樣 一籠才80塊 你可以吃到這樣的小籠包 我真的覺得 滿適合教教 這個麻辣的 也才多5塊耶 85塊 可以 趕快 除了我個人 滿分的程度 5分來講的話 我絕對是給到 3.8分了 妳還可以說到大聲嗎 真的嗎 蠻高分的吧 夫子取勝 我遇到附近的早餐店 這種小籠包 現在都110 120 那因為價錢的關係 再加碼到4.5分 謝謝 謝謝妳 謝謝妳喔 謝謝 老闆妳要不要謝謝一下 妳看我們一般一般 大部分不是都蚵仔麵線嗎 對 大肠麵線蚵仔麵線 對 可是他們家的是魷魚 跟我們大眾認知的料 不太一樣的 然後是很多板橋人說 吃過他們家的麵線之後 在板橋他們就不支持他家了 聽起來是滿特別的 對 而且妳算是有做功課耶 可是吃魷魚我會過敏 我就不過去了 好 妳可以坐在旁邊 陪我吃飯飯 好不好 我照你們 好 去看一下 你們真的不要一個甜點的Ending嗎 要耶 不用 不用 謝謝 謝謝 試試看 妳看這畫面多漂亮啊 畫面就落在這邊做結束 妳看 不好 妳可以有一點靈魂嗎 妳那個表情有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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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妳不想吃的樣子嗎 那我推薦大家來這個夜市 如果吃太膩 可以來買這一家紅茶 它叫 微甜茶品 清韻紅茶 那麼大杯才35塊 阿伯 好喝好喝 我剛剛有喝 好喝好喝 它打了一個爆大的哈欠 好香喔 好香喔 這是什麼香氣啊 蒜嗎 各種 各種 還有那個柴魚的甜味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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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你實在是喔 喔 它柴魚湯底的那個味道超級濃耶 一入口就是柴魚香 嗯 對 喔唷 而且好甜喔 清甜 喔好吃耶 好吃耶 他說 他們會用這個是因為 原本他們一開始也是賣蚵仔 嗯 然後差不多到六年前的時候 他覺得他們的蚵仔的那個品質 沒有辦法很穩定 啊 因為你知道蚵仔也是有季節什麼 後來他們決定改用就是 另外一種海鮮就試試看魷魚 就沒想到用了魷魚之後 大家覺得很有新鮮感 喔 欸 然後它的綜合的啊 裡面是大腸肉根跟魷魚 喔 喔 其實可以耶 嗯 嗯 它號稱所謂的中藥 它的湯頭裡面呢 有淡淡的一點點那樣的中藥香氣 一點點 但是不是非常的強烈 我覺得它裡面有灑了一點是 藥膳的那一種胡椒粉在裡面 欸我沒有看到你有喝啊 有啦 我剛剛喝了小口 對 因為它是有帶一點點胡椒香 跟微微藥膳味在裡面 嗯 應該是藥膳胡椒在裡面去做調味 有一個藥膳味是不是 一點點 很微 很微 對好喝是好喝的 是美妙的好喝 有些 有些那個豬血是要讓你吃脆 一口咬下去的脆 但是它咬下去是有一點滑嫩 有那種嫩感 有點像微微豆腐 喔 好啦總而言之呢我來做解好了啦 好了 這個顏色很強啦 我們吃到現在幾乎每一家都種吧 沒有不種的 喔對 真的 對 嗯沒錯 所以很飽 因為它幾乎都是主食類的 一份就會飽了我們吃了這麼多家 所以它已經沒有靈魂了 我有 我有 喔養 唷